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喂喂 先测试一下声音吧 首先第一步不要忘记擦防晒 还是我上次说的方法先抹开 抹开了之后拍拍拍 然后上次那个证件照视频有好多人说 感觉我在录视频的过程中不是很高兴 我不是不高兴 是 我在日体真化妆所以 我一认真的时候就注意不到自己的表情 底妆之前的遮瑕还是跟上次一样 还是一样把肤色的遮瑕膏和绿色的调和在一起 只有我脸上这些红色的痘印 我最近的痘痘怎么都开始往下面长了 以前是长在上面 好了 她现在学乖了 开始往这个下面长了 再用这个纯的肤色遮瑕膏来遮黑眼圈 我这都不叫黑眼圈 黑眼圈那是年轻人才有的东西 年纪大的人只配拥有眼带和泪沟 再用余下的遮瑕膏把嘴角的暗黄遮一遮 陈述在和平饭店角色在里面的底妆是比较奶油肌的 比较有光泽的 相对于粉底液粉霜都会偏奶油肌的妆效 所以今天还是用我的这个老朋友完美意境的粉霜 这个粉霜的色号现在店铺里不是很全 尤其是我用的这个OC10 所以很多人问还得再等一等 还在路上 美妆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用美妆蛋的鞋前面来铺开粉霜 下面呢因为陈述的脸是非常饱满的 不像我的脸就是比较凹陷 所以在这一步开始我就要开始往它靠拢了 怎么办呢 就要用一个浅色的遮瑕去提亮我这种凹陷的地方 让脸部更饱满更蓬一些 那我用的就是哥俊妹影中间的这个黄色 放心大胆的上吧 哪里凹陷提哪里 下巴也要重点提亮 因为它的下巴是很翘的 鼻梁不要去提亮了 因为它的鼻子的骨骼感蛮弱的 然后呢它的鼻子比我的鼻子要窄 所以我们可以把提亮往中间来点 这样子可以把鼻子缩窄一点 还有我的眼角也要提亮 因为呢它的眼睛是比较掉的 但是我的眼睛呢是有点点下垂的 所以这个眼角的下垂一定要把它遮住 它的太阳穴和眼睛下面它这一条也是蛮饱满的 所以我这里要提亮 我明明是在仿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女明星 为什么我却要各种提亮饱满啊 好悲剧啊 我说一句啊 因为我们今天是仿妆不是日常妆容 所以不管是底妆还是后面的五官上面的妆 可能都会比平时要夸张一点 就是希望不要干我 好最后一步依然是重点遮我的这个眼袋内垢 还有一些这种明显的瑕疵 还有一个需要提亮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它的嘴角是向上扬的 这样弄一下可以让嘴角向上扬 然后呢把人妆也打亮 然后把我鼻子上这种有骨骼感的结构 稍微遮一下 然后终于可以来定妆了 比方说这个眼下有很多的遮瑕膏 肯定是需要定一下 然后鼻子还有眼睛眉毛 后续要上妆的地方 还有就是修容的地方要定 因为等会儿要猛扑修容 今天修容就用Omega吧 首先就是猛修下颌骨 根本就不要抖粉哦 一定不要抖粉 然后它的脸型的那个阴影啊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这么修就可以 它这里很饱满 所以它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边界 小了点了 我已经尽力了 毕竟脸比别人搭那么多 好 现在我们来修一下鼻子 我要把这个鼻梁的阴影 往中间移 因为它的鼻梁比我要窄 而且它的鼻头下面这个地方比我要尖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画的尖一点 然后我们来修一下眼窝 这个竖节的眼窝还是非常凹的 比较深邃的 然后呢我们把眼部的这个肌肉啊 一定要往上挑 这是仿它的一个重点 因为它这眼部一整块的肌肉都是往上走的 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打隐隐的就是嘴巴下面 我们换一个扁一点的刷子 你们看嘴巴一下就嘟起来了 但这个阴影要跟这旁边衔接一下啊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嘴角 上扬了吗 我也不知道 先这样吧 第一次化仿妆 大家多多包涵 很多东西都是我也在慢慢地摸索和尝试 好 下面我们来换眉毛 它的眉毛呢比较复古一点 轮廓感会比较明显 而且比较深 眉头也会比较明显 不像我们平时晕染的那么自然 它前半段基本是直的 然后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眉峰这么过来 好 眉毛就是这样的 下面大家画眼影了 我们先用一个这种浅咔色来打底 我们今天所有的颜色啊 都是画在眼尾 然后带到眼中一点 不要画到眼头 因为这样子才能让我们的眼睛上挑 它的眼窝真的蛮明显的 所以我们换一个这种扁一点的刷子 着重加深眼窝 然后它的这个卧残其实还蛮明显的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画出来一点 下面我们用一个这种深棕色来加深眼尾 因为陈树的眼睛不是很长 它是比较远一点的眼睛 所以我们的眼睛在画深咔色的时候呢 不要往两边画 往上画就好 为了更好的调整眼型 我们再用一个这种比深棕色还要更深的 接近于黑色的这么一个眼影 眼线也是非常能调整眼型的 我今天就用眼线膏 眼线我们也是厚粗浅窄 好你们看我的眼角其实在下面一点的这里 但是我还没有到我眼角的地方 就让它提前收尾 这样子就会让眼睛看上去更调更掉一些 然后它的眼线其实还是比较粗的 我现在的眼睛跟我自己的眼型还是蛮不一样的了 好下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步 就是开内眼角 你们看它眼睛的内眼角是非常的明显的一个尖的 并且是往下走的 所以我需要开一个内眼角 我们再用一个浅色珠光色来提亮卧残 然后再上眼皮也来一点 睫毛其实它还好 就是不要刷的太夸张吧 主要是刷后半部分 好眼睛基本就是这样 因为它在双眼皮我觉得比我的要更爽一点 所以我要贴个双眼皮贴 我做完发型回来了 感觉人瞬间老了五岁 没关系 等我化完口红就好了 首先我们要先来画下发际线 发际线就拿一支眼影刷 用这盘里面最深的这个颜色 它有一个小小的美人尖 好发际线就补完了 好下面我们来画口红 陈述在里面的这个口红呢 都是边界非常明显的大红唇 它的上唇比下唇还要厚一点 它的下唇是一个典型的元宝型的 勾勒这种边界明显的口红啊 我们还是用唇刷啊 我们先试一下PF的复古红看看 应该还可以 我先手里面拿着他的照片 照着一点一点画 这个复古红真的很复古 你们看我的这个衣服 我买的陈述和平饭店同款 还买了一个就是很像的胸针 然后耳环也是照着买的一样的 我现在呢 看着镜头里的我呢 再看看陈述本人呢 我觉得我的脸是他的两倍 所以我还想再加点修容 这女明星的脸啊 就是女明星的脸 我的脸怎么这么大呢 太吓人了 我现在紧着想把这个Omega 直接磨成粉末 直接夹在脸上 贴在脸上 下次再也不妨脸这么小的人了 生气 我放弃了 要不直接用手遮吧 好吧 这样子是不是就像了 好 下面呢 最后一步 打高光 拿出我们的PK107 哪里不够空 打哪里 首先额头肯定是要来的 我的肋勾 然后它的这个翘下巴 我们把这个高光啊 往靠近鼻子这边打一点 能让鼻子缩窄一点 好了 我觉得可以了 然后呢 请给我两分钟 让我再修修补补一下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好忐忑 不知道视频发出来 到底像还是不像 会不会被喷啊 这是本人的第一只 正儿八经的仿装 如果画的不好 请大家多多包涵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 还可以 可以帮我点个赞 转个发 那就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